这辈子都没打过这么难受的仗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鹰 本来今天开开心心的想给大家推荐G37的配件的 结果在打素材的时候我匹配到了航站楼 直接就把我的心态打崩了 开始第一句我本来想打一个速攻 扔了一个闪之后直接跑过去 这是一个传说的无人机 然后划铲 跳跃 育苗 一个人都没有看见 为什么要往后走呢 在这种情况下看不到人才是最害怕的 然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本来想整个活的一枪九十 第二句我又看了一眼A大 还是没看到人我又走了 到这个时候很多兄弟们都说了 你这根本就是不敢冲 OK来看这一句我看了一眼又回来了 打掉这个时候我排了一下中路过点 然后转眼就要去看A大 一个 两个 三个 但是我还是不信邪 这次A大我必干啦 压一个 两个 三个 还真受不了啦 真的得当驱 打得我好难受啊 我真的不想说什么 换边之后我就知道对面得贴着墙走 抓住了吧哥们儿 OK 仔细排一排点 你这妈 不就是当驱吗 谁不会 谁教你们这么大游戏的呀 什么时候这儿也藏了一个呀 不用猜不用想A包必有人 你看是不是闪到了 啊 你们不好出门的吗 然后最后一局我们选择速攻A大 就能看到没有一个人怎么看见 这是这辈子打过最难受的赵 好了好了 看几三七个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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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mi mar dormi mar